Click short for launch Hello 大家好!今天想替大家一齊车一下初秀逸的割袋 我们要预备的材料非常简单 一块布 17 x 12 cm 积彈 1 条 19 cm 1 条 6 cm 指墓扣 1 组 D 字扣 1 锅 预备好材料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今次我用了PVC 布 用九瓦剪,剪了四边,就已经不会散开口了 首先我们在长一点那边摺1cm 之后车一行线 之后我们在长一边做一些记号 1cm 画一下,4.5cm 画一下 8.5cm 再画一下,12.5cm 再画一下 去到16cm 再画多一个记号 首先我们用短一点的继带出来,穿个D字扣 放在第四个记号那里 另外一条继带就放在第二个记号那里 上向下摺1cm 固定好位置之后,在上边车一行线 之后我将两条继带反方向摺一下 再在上面车一行线 之后我将两条继带反方向摺一下 再在上面车一行线 下一步我们将它对折 距离布边1cm 车 再在上面车一行线 之后我们要画三角形的斜边 在底的方便是1.5cm的记号 旁邊高度2.5cm 了一個記號 之後打斜畫一條邊 左右兩邊都是這樣做 但是在我們開口那邊 就要在線旁邊開始量度 這一點我們就要記住了 之後在我們剛才畫的兩條斜線 車一行線 現在我們把整個袋子反轉 之後我們在織帶的尾端摺一下 再摺一下 之後車一個長方形 下一步我們在織帶上面 釘上一組子毛球 製造了 我們看看適不適用 這一款搓手翼套 它的好處就是容易拿出 拿入 還有可以很快地扣好它 讓搓手翼不要掉出來 同一時間 亦都可以很彈性地掛在不同的手袋上 多謝大家收睇 請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 拜拜